第一波农油卷即将在9月17号到期 全国还有148万的额度还没有兑换 中秋节快到了南投县农产预销公司 呼吁民众可以持农油卷或是振兴卷来竹乐园采买烤肉食材 以及送礼的礼品 保证新鲜而且经济又实惠 振兴农业发展的农油卷1.0即将在9月17号到期 根据农油会统计 目前还有148万元还没兑换 南投县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 除了提供优惠活动 也呼吁持有农油卷的民众要尽快兑换 以免上市权益 这次我们的政府有推出农油卷的部分 使用的期限就是到9月17号就截止了 到9月17号就截止了 呼吁大家有手上农油卷还没有使用的欢迎你们到 我们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的贩卖部这一边 来购买使用这个农油卷 那农油卷的部分我们会有特别的优惠折扣 我们600元的礼盒 600元组装的这些产品 我们都算500块就好了 中秋节即将到来 送礼以及烤肉活动也渐渐热络 南投县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 欢迎民众前来采购经济又实惠的礼品 以及烤肉食材 尤其公司所贩售的猪肉制品 皆采用国产合格猪肉 民众可以放心选购 中秋节前需要送礼的 需要家里烤肉用的 都可以欢迎你们到本公司的贩售部 来买香肠买腊肉 买我们的肉干等等这些肉制品 最主要最主要的我们所有的产品 都是我们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 我们的店仔自己杀的猪 下去制作的 而且有南投县政府这个招牌 来做背书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大家买得放心 吃得更安心 随着中秋倒数一个月 各通路平台开始推出烤肉食材 抢博中秋商机 商品更是零拉满目 南投县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 以挂波井的国产猪肉为号召 推出香肠、腌肉等等 中秋烤肉热门商品 同时也提供了优惠 让消费者买得安心 吃得更加放心 记者张东仁 民间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